为信仰潜伏任本在当地取牺牲子 为二战胜利牺牲的信息分析师 提起理查德 佐尔格早已经是文明世界的间谍之王 他在二战中对打败德日法西斯联盟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佐尔格的间谍信息小组中 还有这一位名叫布兰科 富凯利克的成员 也是世界间谍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在日本东京年轻的布兰科 富凯利克的公开身份是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 政治报的特约记者 而实际身份是共产国际 潜伏在日本首都递间谍 新闻记者不过是他用于掩护的一个身份 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国际记者里希奇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 曾作为特约记者常驻新德里和东京 他在2016年1月26日就布兰科 富凯利克指出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记者 掌握由法语、德语、一点点英语 并且迅速地掌握了日语 在日本他有着一大圈的熟人 你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日本的社会和文化 布兰科、富凯利克在世界政治的漩涡中 所发挥的干扰功能有着非凡的意义 布市的奥西耶克 1922年在那里 他首次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俱乐部的成员 高中时因为抗议针对阿雷 阿雷的死刑而被逮捕 1926年布兰科 富凯利克进入到索邦大学学习法律 1931年被视为左派煽动者 遭到了南斯拉夫国王驱逐出境 流亡到了巴黎 并在那里加入到了共产国际 他接受了前往东京的使命 并在日本与自己的翻译删起两子结婚 布兰科、富凯利克结婚的决定 对他的行动是带有风险的 而且祖尔格并不同意 情况反馈到了莫斯科 一番衡量后还是决定让布兰科 富凯利克留在日本继续执行任务 1933年2月11日 布兰科、富凯利克抵达衡兵 他在日本参与了一个地下组织 这个组织通过各种渠道 把日本和德国的军事计划信息秘密发往莫斯科 1941年3月22日 布兰科、富凯利克的妻子 山崎良子为他生下的一个儿子 布兰科、富凯利克一直不认为 自己是日本的敌人 他认为自己只是在为整个世界着想 索尔格小组暴露以后 1941年10月 布兰科、富凯利克遭到了逮捕 被关在了北海道监狱 1945年1月13日遭到处决